第266章 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怎么了 老杨都被周易的这番话给整猛了 只不过 虽然他觉得 这话有点过 但不得不承认 听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小伙子 有觉悟 以后一定有大前途 不过两人之间关系处得不错 周易之所以能这么开玩笑 主要是老杨本人就是个乐子人 行了 别评了 我一会儿给你发一些相关的视频素材 这里面有咱们公安部门的同志 抓捕时候 执法记录一拍的部分内容 还有审讯时候的一些东西 总之你看着办 要求还是和之前一样 发出钱必须经过我们的审核 然后你注意把握尺度 咱们是要做普法宣传的 老杨在电话里嘱咐道 好的杨哥 没问题 我办事你放心 什么时候要啊 周易这边随口问道 现在不是他一个人了 公司里有的是牛马 是劳动者 时间不需要担心 这个看你的时间 我们这里随时都行 一起配合宣传 你先准备着 好了 告诉我 说完 又寒暄了几句 周易挂掉电话 打开邮箱 老杨那里 已经发了不少的素材 过来了 真的是意外之喜啊 想当初他第一眼见到老周 就觉得 必须得清静清静 后面有什么事 也配合相关部门做宣传 一直到了现在 他们都主动找自己宣传了 像是执法记录一拍的内容 这里如果是一个普通的up主 你能弄到这些 该说不说 看到这些网络水军们 被抓的现场 那种感觉 真的很棒呢 先不着急做视频 有了这些素材 肯定得自己先看看 只是 这网上的事 还真的不好说 就跟上次网报时候一样 谁能想到 一个堂堂的公司高管 居然会做那样的事 所以有人说 执法的人 怎么可能会犯法 这句话 很可笑知道吧 这次抓的人真不少 老杨已经把数据发过来了 到目前为止 一共抓获 涉嫌非法经营罪的 嫌疑人33 也就是说 大大小小 一共有33个网络水军被抓 这个数字 看得都有点离谱了 因为周易记得 方大壮那里 发过来报警的材料里 涉及到的账号 只有大概10个左右 没办法 主要是这几年 网络水军 有点肆无忌惮了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高度发达 各大平台 各大明星 各大主播 都需要水军的助阵 就好像是机场的群演一样 可能 今天还得对着这个明星 喊我爱你呢 明天 就得披上黑粉的马甲 各种往死里喷 反正骂明星绝对没错 娱乐圈那就是个粪坑 骂了他们 也没人敢说什么 甚至有时候同时开队 这边装作明星的粉丝 那边装作愤怒的黑子 整得跟精神分裂一样 没办法 挣钱嘛 不寒称 所以 互联网发展 水军自然也跟着发展 但是对于这个群体的打击 却又比较难 导致的后果 就是 网络水军日渐猖獗 很多人躲在幕后 根本不觉得自己会有事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有些水军兄弟 有写日记 记账的优良习惯 这当然是好习惯了 被发现之后 顺藤摸瓜 可以将一整个链条 都连根拔起 之前网上有段时间 经常会调侃 水军五毛一条 转发去掉之类的笑话 但现在的水军 其实早已经过了 用人数来干活的年代了 只要手里面有信息 注册账号什么的 都太简单了 而且很多时候人能做的事 脚本程序也能做 周易看着视频里 那些个被抓的人 痛哭流涕的样子 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其中有人 在哭诉自己 马上要结婚了 还有的 则是在说自己害了孩子 生活就是一个轮回 这些人 只有在被抓的时候 才开始后悔 正如以前遇到的 那些狠行的人 全部都看完了 三十多个人 三十多个家庭 这就是刑罚 只要遇到了 就会改变你的一生 周易都已经想到了 这七视频发出去 会造成什么样的轰动 而且百分之百 会有人觉得可怜 正如之前 那些视频下面 总会有人觉得 他们都已经后悔成这样了 不如给个机会 哼 如果后悔了 就能让刑罚给个机会 那你信不信 这些人隔三差五 就会后悔一下 算了 将所有的资料 都发给了工作室那边 将要求告诉了他们 时间的话 你们看着来吧 别加班 反正这周有结果就行 交代完了 周易也不去公司了 因为 那个在自己评论区 骂方大壮的 阿星大哥的家属 今天要见方大壮 看看能不能调解 这样的好事 周易肯定得去看看 反正用方大壮的话说 水君的事就是 顺手而喂 韭菜熟了就得搁 周易可不会忘了 主要的问题 还在病兮兮身上 视频发了 对方又开始装死 现在已经被骂得狗血淋头 不过周易不管这些 他只是做了两个 有趣的小实验而已 当然 其实是因为周易自己不知道 人家想做事来着 但是尼玛 现在连个水君都找不到 这事 就真的敢巧了 如果再等一段时间 自然会有新的水君填充市场 毕竟这个行业 还是很赚钱的 赚钱的买卖 就算你写进刑法里 依然有不少人想做 但是就这段时间 那是真的巧了 一下子够得上 分量的水君头子 被抓了一堆 侥幸逃过去的 这会儿 都跟孙子一样 躲得死死的 谁联系他都说 自己是重地的 什么 你说我是网络水君 他诽谤我你知道吗 他诽谤我啊 所以 扯子了 反正周易已经注意到了 对方的股价 这几天已经受到了影响 不说跌不跌 最起码已经停了下来 一路开车来到了老地方 进门去 便看到方大壮 带着周星然 已经坐在里面了 哎 方大壮 今天来得挺早啊 以前的时候 方大壮几乎都是踩着点来的 因为今天我是原高啊 坐吧 你之前给我打电话说 他们让你配合宣传 那些水君都抓了吗 方大壮随口问道 都抓了 三十多号人 没白费力气 方大壮笑得有点开心 因为要等着别人来 所以两人又开始了 习惯性的聊天 旁边的周星然 也已经习惯了 不时还插一句嘴 你上次问我说 有人卖盘呢 什么欧美国产的 这当然是 传播淫秽物品罪了 可是方大壮 你说 我如果把那些盘买回来 打开看 然后发现 那上面是聪明的衣修 阿童木 和忍者神龟 那是不是对方 就没事了 方大壮摇摇头道 那可不好说 他还可能构成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总有人小瞧刑法 认为那么多的专业人员 仔细打磨 出来的法律 会有那么多问题 这话本来没错 毕竟 法律具有滞后性 但是真的仔细想想 总有一款适合 只能说行 真的很行 两人对于细节问题 展开了仔细的交流 便在交流的极其火热之际 咖啡馆的门 被推开了 柜台里的东书 抬起头看了看 发现是一对夫妻 而且稍微上了点年纪 随即又低下头 继续忙活手中的事 方先生 方许静先生在吗 刘新辉的母亲 白晴清 一进咖啡馆 便喊道 方大壮抬了抬手 这里刘先生 白晴晴看了看 随即赶紧过来 一脸客气道 方先生 终于见到你了 我和我们家老刘 这几天都要急死了 周一的脸上 带着一丝莫名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方大壮被叫方先生的 以前人们都喊他方律师 这个方先生的称呼 听起来有种别样的刺激感 对面 白晴晴忙不迭地坐下 很快说到 方先生 我现在真的想和您解释一下 我们家 小灰一直都是个乖孩子 可能是因为 最近压力太大了 但我可以保证 他绝对不是故意 在网上骂您的 就是 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而且他以后 还要考公务员 这要是真的判了 那一辈子 就毁了 方先生 方先生 真的求您放过他 周一的眼神 变得古怪起来 这话听起来 怎么那么耳熟呢 这和赵旭的父母 说话感觉一模一样 哦不对 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同 从始至终都没有道歉 好像觉得自己家孩子 根本没有错 于是周一看向了方大壮 他很好奇方大壮 会用什么样的处理方式 因为他自己 反手充值一百万的事 现在那条视频 下面还有不少人在骂他 说他因为一件小事 而毁了一个孩子的一生 不要觉得奇怪 站着说话 不腰疼的人总是不少 他们看到犯罪分子 在那里各种后悔 各种痛哭的时候 就是会同情 觉得 不能因为一件事 直接毁了人家的一生 但是 刑法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 是为了把你送进去 还是让你在干这些事之前 想到后果 觉得害怕 所以不去干这些事呢 方大壮的表情很淡然 嗯 对 您 继续说 大概是觉得受到了鼓励 白琴琴的精神更加振奋 方先生 您也觉得 是吧 孩子真的还小呢 他这一辈子还没开始 不应该因为这么点小事 就 上纲上线到了这个地步 毕竟只是骂了几句话而已 这咱们生活中 谁都会骂人 就是一时心情激动而已 很有道理 您继续说 这 也没什么说的了 就是希望 您撤诉 然后呢 我们这里也准备了赔偿 方先生 您的看法呢 白琴琴说着说着 感觉到了不对劲 方大壮摇摇头 我没什么看法 你不是刚刚都说了吗 孩子还小 不能毁了他的一辈子 所以您是打算撤诉 不不不 白女士是吧 还有刘先生 我得告诉你们 孩子现在不小了 已经大学毕业不止一年了 他走到今天 有一半的责任在你们 方大壮 很是淡然地说道 是 一切职业的尽头都是编制 但是你们要让他自己意识到 编制的重要性 而且一定要接受一点 总有人考不上的 为什么那个考不上的人 就一定不会是自己的孩子呢 这是周一方大壮在聊天之时 经常会说的一个问题 父母 总是会将自己没做到的事 寄托在下一辈身上 好像下一辈 就一定是那个天才一样 他可以考大学 可以上研究生 上博士 可以考公务员 只要努力了 就一定能做到 做不到 那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努力的原因 我们都已经给你提供了 这么好的物质条件 我们都告诉你 不要急着赚钱了 怎么你还是考不上呢 对啊 只要努力了就一定能做到 所以你们这些当家长的 为什么没做到呢 所以 你们认为 刘星辉仅仅是骂了我几句 这是小错误 但是很遗憾 刘星辉在 网上已经形成了骂人的习惯 他现在 不管是打游戏 还是干嘛 都会骂人 而且将其视作理所当然 直到现在了 你们还认为是小问题 都要坐牢了呀 方大壮的声音中 已经带上了一丝愤怒到 周一吃瓜的眼神中 都出现了诧异 方大壮 很少生气 他就算是把你送进去 都会带着笑容说 里面是个好地方 但是生气 真的很罕见 可是方先生 我们愿意赔钱 我们愿意道歉 只要你撤诉了 那 那不就没事了吗 白轻轻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得 周一端起咖啡 一饮而尽 不用说了 这件事肯定谈不拢 如果说他周一 会因为对方好好道歉 而选择调解 那么方大壮 则是必须要和对方 将道理说清楚 他的道理 就是 你们当父母 在这件事里面 才有问题 结果呢 对面这对夫妻 丈夫 是个闷葫芦 妻子倒是能说 可惜说的都不在点上 如果换做其他人 肯定就答应了 但是方大壮不一样 他一辈子 都在致力于百事实讲道理 如果单纯以为 道歉和赔偿 就能解决问题 那就真的看错人了 果然 方大壮看到对方 依然这副样子 叹了口气 既然这样 白女士 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聊的了 就这样吧 我们走 哇 等等方先生 这 这咋回事呢 魔都 梦寻公司内 韩经理 站在了田总的面前 所有 依旧没有任何的 办法是吧 你居然连一个人都联系不到 难道他们都死了 田总的眼神中 都带着愤怒 韩经理赶紧辩解道 田总 我倒是确实联系到了一些人 但他们现在都不愿意 不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将价钱 提了百分之二十 但他们还是不愿意 到底怎么了 这是 第267章 所以 网上的是 谁能说得准呢 同样的问题 也从阿发嘴里喊了出来 马上要双十一 平台需要流量 他这个带货主播 也需要流量 而且 因为之前卖假酒 和假货之类的事 现在也是节奏挺大 好在有一点 之前捐过不少钱 所以每次提起 卖假货的事来 他的粉丝都会来一句 人家捐款了 你捐款了 没捐款就别逼逼 所以就要趁着这次双十一 好好的来一波节奏 结果没想到 找了半天 连个水军都找不到 之前一直固定合作的一些人 不是 莫名其妙的失联 就是完全像是变了个人 原本朋友圈那些动态 现在发的都是一些 岁月静好的东西 看的人莫名其妙 王哥 没办法了 能干的都找不到 找得到的都不愿意干 我刚刚多说了两句话 他就在那里 说诽谤他 旁边的助理 皱着眉头道 被叫做王哥的带货主播 自然就是阿发了 大名 王德发 现在已经在直播行业 做大做墙 开了公司 叫发雪 还招了员工 当然 说起来 这些员工都是徒弟 但其实谁都知道 徒弟们就是给他打工的 去想办法 我们这次接的单子 可不少 助理点点头 又像是想起来 什么似的 赶紧问道 对了 王哥 那个燕窝 咱们还坐吗 坐呀 为什么不坐 有钱你不赚 想啥呢 助理点点头 话当然没错 只不过那个燕窝 唉 反正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主播带货 是当免费劳动力吗 那是你想多了 除了那些 让自己的员工 出来带货的公司外 但凡你请网红 请明星带货 那里面的收费 可是有很多门道的 咱就不说其他的 最起码的坑位费 你得给吧 反正带的货 在主播嘴里 都是打了骨折的 都是他们去努力 给家人们争取下来的福利 周一之前 就看过一些离谱的直播 号称原价 1988的酒 完了 在他直播间 上车 买一瓶 88 原本周某人觉得 这个价 已经有点离谱了 这已经不是打骨折了 这是直接把人全身 打的粉碎性骨折 然而后面对方的操作 让他觉得自己 有点年轻了 因为那个主播 赫然又淋出了一瓶酒 88 买一送一哦 也就是说 1988的酒 经过他主播的关系和努力 你可以花44一瓶 买到 这是什么样的牛逼 砍价能力 就算是号称 10万人 砍不下一部手机的并兮兮 也没有这等力量 还有一些直播时候 各种和厂家 砍价 说什么 今天在我直播间 我就要给家人们这个福利 这个价 就问你们能不能答应 不能答应 也得答应 完了 厂家那边的所谓代表 就哭丧着脸开始 拒绝 我们都赔本了 结果主播买了豪宅 开上了豪车 商家更是赚得流油 反正谁亏了 咱也不知道 说句难听的话 傻子太多 骗子骗不过来 对此 当时还没系统的周某人 只想说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赚钱骂 不寒称 好多需要水军的人 都在努力联系水军 但是没人会往别的地方想 因为一直以来 市场就是这样 大家已经习惯了水军的存在 要不然 你还真的以为 网上那么多的脑残 为了自己的爱豆 粉圈出脑残 是真的脑残 但是为了某件产品 某个带货主播的产品 都能和你争执半天 甚至吵架吵半天 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少的 你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吗 还有为了一家公司和你争辩的 甚至你会感觉 这样的人不计其数 所以话说回来 相比之下 你觉得吵完拉黑 那些没品的人正常一点 还是拼了老命被群巢 也要维护某个公司 某件产品 这样的人正常一点呢 当你觉得 你和是网络水军 距离很远的时候 其实你的互联网生活 早已经被网络水军给包围了 只有潮水退去的时候 才能知道谁在挪泳 那么同样 在网络水军 因为一次雷霆打击行动 而出现暂时性的空白时 很多人便惊奇地发现 在这两天 好像网上的脑残少了不少 最起码 你说一些话的时候 不像是过去那样 总会有人跳出来 各种对你 比如病兮兮 病兮兮 在渣浪的评论区 硬生生给喷到关闭了 没办法 失去了网络水军护体的她 现在终于感受到了 人民群众的力量 真的说句实话 有几个人会喜欢那种 所谓砍一刀的病毒式营销呢 她当初确实烧钱了 确实很便宜 这也是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随着发展 慢慢地 当她的对手 也开始重视 当她自己要盈利了 那问题也浮现了 怎么还关评论区了呢 经典的我把眼睛蒙上 然后就没人骂我了 对吗 哎 之前那些维护她的人呢 出来啊 怎么不来 帮你们的主子说话了 还说阿易的维权行为 是浪费司法资源 那不然司法资源该干嘛 啥也别说了 你看看她那些诱导性的话 这难道不是虚假宣传吗 怎么就没人管呢 在这样铺天盖地的骂声面前 所谓的百亿补贴 各种各样的活动 全部成为了 其被喷的理由 如果是以前 对于这种所谓 实验性评测的视频 秉西根本不会多说 直接会发出律师函 在周某人之前 各大平台上 不乏有一些 砍价活动的视频 但是没有几个能破圈 翻起什么波浪来 因为还没等怎么样呢 就已经收到了律师函 视频被下架 但是周一不一样 这是一位从转型 开始便一直在战斗的 UP主 连并兮兮的法务部门 都在私下讨论的时候说过 这位要是收到律师函 是会直接荡成废纸来看的 所以律师函就别想吓住人家 起诉状都没什么用 但是怎么办 道歉嘛 这个想法刚刚提出来 就被否了 开玩笑 道歉 那是不是就承认了 活动算法有问题 而如果承认有问题 那可以说 引发的问题会比现在更加严重 现在顶多是被骂得凶一点 然后口碑掉一点 甚至股价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不会动基本盘 所以没什么事 于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网上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局面 一方面是并兮兮被骂惨了 而且好多明星的上一粉丝 都不太对劲 发出来的消息热度 根本匹配不上那个粉丝数量 而另一边 并兮兮开始装死 任凭你怎么骂 我反正该做我的活动 就做 我们就是便宜 力度大 总会有人来买 你们能骂这一段时间 还能骂一辈子不长 等到 下一个热点事件爆发 自然而然的 就没人再把目光 放到并兮兮身上了 剩下比较发愁的 就是那个案子 案子怎么样不重要 重要的是 原告是谁 是周易 就意味着 他们不可能用钱来调解 而且那个律师 还是之前魔读业内 鼎鼎大名的大壮 所以只能先拖着 网上的吃瓜群众们 自然不傻 骂了之后没反应 于是 周易的很多观众 便开始给他反应问题 当然 也有很多人开始学着周易之前的行为 以视频为证据 将并息息举报到了市场监管部门 就一句话 他这种行为是不是虚假宣传 如果是为什么没人管 而就在这样的氛围中 被称为阿易第一铁粉之三的原姐 发了一条动态 刚刚和哥子精打过 电话了 他说 让大家放心 这是 肯定不能说 让对方就这么拖下去的 应该今天就会再发一个视频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消息一发出来 菩萨兄这些观众 老爷们顿时激动了 不是激动 袁姐和周易 这俩根本不是一路人 而且之前 袁姐还去找过对方 主要是觉得 阿易这个鸽子精 这次居然这么勤奋 阿易今天还要发一个视频 这条消息很快传到了魔都 传到了相关企业的耳中 程度 阿黄和小兰 外加一个小弟 这会儿都睁大了眼睛 我们真的不是说八卦 就是 单纯想看看 并嘻嘻这次会怎么样 大家都是被阿易对过的 凭什么我们现在过得战战兢兢 你却这么舒服 说到大数据杀熟 你这可比我们厉害吧 就在 这样万众瞩目的过程中 周易的新视频 终于发了出来 菩萨兄躺在沙发上 无聊地刷着视频 今天下午 已经刷新了无数次 就是在等视频 他现在很想知道 阿易在这件事 里面会怎么做 按照之前的习惯 一个事件都会水俩视频 那第一个视频已经发了 这次难道要爆杀 只是他想不到 有什么办法可以爆杀 除非是相关部门动手 但阿易只是个网红 他哪有那本事 让相关部门动手的 结果 又是随意的一个刷新 菩萨兄便看到了 那个小红点 物草 更新了 赶紧点进去 看看标题 菩萨兄愣在了那里 这居然不是病兮兮的事 那标题名字叫做 有人说网络水军不犯法 往这看 他们都是狠行的人 不是在弄病兮兮的事吗 怎么现在又莫名其妙的 变成了网络水军了 虽然心里有点无语 但毕竟是阿易的视频 菩萨兄 还是下意识地点了进去 怎么样 看到这个标题 是不是觉得很惊喜 惊喜就就对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 你们猜不透的男人 有一说一 在听到了这句话之后 菩萨兄的脸 一下子开始发黑 他现在只想冲到荆州 把阿易暴揍一顿 但是想一想 阿易有放大状 还是算了吧 好了各位观众老爷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阿易 总有人在网上说 网络水军又不犯法 怎么就这么多人骂呢 好了 那么网络水军 到底犯不犯法 今天 咱们一次性 让大家弄清楚 看到这里 包括菩萨兄在内 以及很多周一的观众老爷 你发视频 结果就是发个 网络水军的普法视频 但这毕竟是阿易的视频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往下看 咱们先别听我说 咱们先看来一些 攒劲的视频 听到这句话 菩萨兄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开始打字 准备发弹幕了 结果下一秒 闪出来的视频景象 直接让菩萨兄愣住了 那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 很多身穿警服的警察同志 正在上楼 好像是要去执行抓捕任务 物草 这么攒劲的节目吗 这不比伯仁传要然 而且下意识的 菩萨兄就想到了 某个人 那个靠着子弹 已经压满了火遍全网的男人 而当大家都以为 他是一个正经人的时候 他却成了木瓜大盗 视频中可以看出来 那是一座办公楼 电梯开门 有打着马赛克的人出现 双方在交谈 可以很明显地听到一些对话 但是大家越来越奇怪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而随着那些警察同志 进到了公司里面 把人抓住 开始问那些话 这些观众老爷才恍然大悟 这原来是在抓网络水军啊 网络水军 原来真的犯罪了啊 而在此时此刻 帝都 刘强之前的公司内 和刘强聊过天的那个同事 正在看着视频 他也算是周某人的观众老爷之一 那天抓捕的时候 他们是知道 刘强被抓了 但是具体什么情况 人家询问的时候 他们都躲开了 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结果今天就在这里看到了 自己待的公司 属于吃瓜吃到了家门口 原本以为刘强犯了什么事呢 结果没想到 对方一向很老实的 居然是写那篇警惕 有些人以较真为名 而做一些 行走的五十万知识的作者 当时看了那文章后 他还觉得离谱呢 这现在的人都怎么了 阿易那样的较真 都是在法律框架之内的较真 那要是成了五十万 其他人怎么说 结果万万没想到 被说是五十万的那个家伙 屁事没有 反倒是写文章的这个 居然是个大水军头子 第268章 这次怎么就没拖过去呢 本人就是视频里 第一个被抓小伙的同事 我作证 那天好多警察来了 我们都没反应过来 只是我没想到 他居然是网络水军 而且还写了那篇文章 现在我都感觉有点不真实 之前还觉得 这是哪个傻屌写的东西 这都什么玩意 结果现在发现 居然就是自己的同事 这个评论刚刚发出去 就被人不断地顶了上去 而随着视频进度加深 便是菩萨兄这些观众老爷 都彻底骂了 葛子精这段时间 居然去做这件事了 但说来说去 还是方大壮厉害啊 这件事 居然从老早之前就开始准备了 一直到现在才有了结果 这种耗费好久的时间 也要把人送进去的行为 他真的 我哭死 不过很快就有人想到了 为什么突然感觉 网上的那些节奏 少了很多 病兮兮的各种活动 那种热度 和之前比也差了点意思 大家骂他 帮忙说话的人也少了 这是不是就可以说明 并某曾经那些号称忠实的守护者 应该都是水军吧 当然 最重要的是 阿易居然在搞病兮兮的时候 把水军给搞了 如果换一个别的时间 大家可能体会 还没有这么明显 毕竟水军感觉离生活很远 但是现在 那就不一样了 短时间内 抓了三十多个水军头子 居然影响这么大 充分说明 以前水军到底有多么的猖獗 纳摩加特林菩萨 并谋 闹了半天 原来是你小子干的 模拟无敌 水军确实应该整治了 网上现在的节奏太软 必须得严厉打击 这位一看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有精力那种 就是说的话 让人比较害怕 主播阿发 也是猛逼了 闹了半天 原来还是这个阿易的原因 怪不得呢 突然之间 水军一个都找不到了 原来不是退网了 而是都落网了 那就只能这么着了 费骑马收了的坑位费 肯定不能退 而在此时 摩都 孟询公司内 田总看看面前的韩经理 张了张嘴 还是没有 说出一句话来 鬼才能知道 这家伙和并熙熙打着官司 又打着嘴炮 结果居然还有时间 搞了一下水军 而且还说自己是顺手干的 可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并熙熙是不可能说自己是要买水军的 好在有一点 他们买不到水军 同乡们也买不到 其他方面呢 有没有进展 田总开口问道 韩经理摇摇头 那个方律师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努力 但 没有任何办法 盘外招失灵了 这一点 其实也能想到 毕竟那不是普通律师 对方曾经在魔度混的时候 地位很高 朋友很多 虽然现在回了荆州 但还真的不是说 能被一点盘外招 给影响到生活的 那就 继续拖着吧 也只能这样了 好在官方目前还没有什么动静 所以对股价影响不咋大 拖着 这是大公司面对诉讼时候 经常用的办法 但是 同样的道理 方大壮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很丰富 魔都机场 三个人 如同铁三角一样的走了出来 已然是两个狠行的男人 在前 周星然跟在后面 方老师 你真的没事吧 他们那些手段挺恶心人的 我当初就感觉生活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周星然开口道 方大壮一脸随意 嗨 老套路了 我当初在魔都的时候 他们就是用这种招数 现在了 还在用 这么多年 都没点进步什么的 什么叫随处都可 凡尔赛 方大壮这种旧事 仗着自己见多识广 经验丰富 什么都会嘲讽一下 那方大壮 对方申请延期开庭 你之前说有办法 我们这都来了 你说说什么办法吧 周易在旁边问道 他很好奇 面对这种一方 通过各种合法的程序手段来 强行拖延诉讼进行的情况 能怎么办呢 对方摆明了 就是要拖 拖到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 就没有一个应对手段吗 方大壮文言笑了 办法就在心里 周易 你说 他们各种拖延开庭 总得符合法律程序吧 不能他们说 延期就延期 对吧 周易点点头 这个可以肯定 现实中很多官司 之所以拖的 时间很长 主要就是在程序上扯皮 比如管辖异议 比如被告不适格 这是很多很多的公司 在应诉时候都会提的 这在法务实践中 很常见 别觉得律师 个个都能说回道 人人都是张三 一张巧嘴 可以将法律说得头头是道 再听了 车咕噜话来回说 以至于法官都毛了的庭审 也不在少数 感兴趣的 都可以看看那些庭审视频 而且 律师群体在很多人眼中有偏见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律师是要根据当事人的诉求 来进行诉讼活动 比如 你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务 那么 当你的公司拖欠 劳动报酬 被告上法院 然后要求你 尽量拖延 你会咋办 辞职不干 那肯定不可能 肯定是要用自己的一身所学来 尽量通过程序正义来拖延了 说人话就是 咱先不管这些意义 到底是不是真的 先给他 都来上一遍再说 你能想象一个 认定工商要钱的案子 可以打三四年的吗 就不用说别的 单单这个时间 就能把你拖到完全绝望 然后中途 给你点好处 就问你撤诉不 这么说起来肯定 有人觉得夸张了 但是呢 送棍之所以被称为送棍 那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程序正义 是很多法律工作者 都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甚至一些激进的都会认为 宁愿不要实际正义 也必须得要程序正义 提了异议 法院那里 就得花时间来审核 不管审核过还是不过 都需要时间 你看看 这不就拖着了吗 尤其是某个 异议被审核过了 那更是可以直接申请 延期开庭 所以方大壮很淡定 都是自己当初 玩剩下的 这下周一没说话 反倒是后面的周星然 好奇道 方老师 那既然你都说了 这是程序正义 那我们好像 也没好办法吧 结果后面的话 声音越来越小 因为方大壮扭头看着他 那眼神 就好像在看着什么小动物 欣然 让你多关注一下 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公告 你怎么就不看呢 自从去年开始 最高法对于当事人 滥用异权的行为 就有了相关的文件 而且 不管是魔都 还是汉东 都有了相关方面的规定 难道你都没有去学习吗 周星然无话可说 他能怎么说 他感觉自己现在 已经成为了一台 学习的机器 天可连见 自从跟了方大壮 做助理后 他觉得自己每时每刻 都在学习 但就是跟不上方大壮的脚步 他也知道 最高法的这些东西都重要 但是 哪有时间去学 根本顾不上 只能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有时候真的很大 方大壮转过身来道 自从我提起诉讼以来 孟询公司的法务 就以多种理由申请延期 你知道我为什么 在之前没有任何动静吗 周易和周星然 同时摇头 方大壮面对对方 故意拖着的行为 居然什么都没干 待了一段时间 静止回了荆州 这不符合他的行为习惯 不是他的办事 风格 当然是在等着他们 不断提这些啊 他们要是不提 我用什么理由来申诉啊 法院用什么理由来罚款啊 现在这样的手段 大都是公司用的 因为别人 家大业大 就能一直拖着 但是两高很明显 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这样已经算是 滥用民事诉讼权了 所以 方大壮这次来 就是干这事的 当天 周易两人便 跟着方大壮来到了法院 他是主要记录一些话 到时候会做成火柴人动画 尽管多年不在魔督 但是魔督法院 依然有他的传说 方大壮进去了 法院 周易两人在外面等着 大概一个小时后 方大壮走了出来 走了 回酒店 等着开庭吧 这么快 这次算慢的了 孟询公司依旧在努力 进行着双十一的预热 拿定主意要拖着 所以也不进行任何的回应 这样的舆论风波 以前也遇到过 没什么 然而 忙活了一天的田总 正要下班呢 却看到下面的法务 风风火火地跑了 进来 田总 法院那边 送来了一份风险告知书 说 如果我们继续滥用 民事诉讼权利 那将会被处以 十万元的罚款 什么 田总赶紧停下来 看看手中的那份 滥用民事诉讼权利 风险告知书 上面红绰绰的公章 可以证明 这就是法院发来的 这什么情况 我们干什么了吗 怎么法院会这样 田总赶忙问道 法务回道 田总 我们就是针对之前的案子 提起了异议 要求延期审理 和别的案子一样啊 一样 你们可以确定吗 那这次为什么 又会有这么一份 风险告知书 难道这次有什么区别吗 田总很是不满 道 十万块是小 关键是被法院罚了事大 这要是被爆出去 说他们公司 被法院罚了十万块 那原本就已经下降的口碑 肯定会继续下降 当然 如果周某人 在这里肯定会说 就你们的口碑 那还有下降空间的吗 真的没什么区别 田总 我们以前如果要拖着 都是这么干的 不知道这次为什么 怎么办呢 田总 法院的这份告知书 就是在告诉你 老老实实实来开庭 别玩其他的 你当然可以选择拒绝 没关系的 那么接下来 就不会这么温柔了 怎么办 回去开会啊 怎么办 我去和上面反映一下 你们先告诉我 这个案子 你们赢的几率大不大 这 法务有点犹豫 他当然不能说 自己曾经和那个姓方的 打过官司 曾经被对方 按在地上摩擦过 哦 当然 不单单打过官司 官司打完后 因为很不爽 就想去找事 别的官司也就罢了 方大壮辩论 会很残忍的 结果完了 找到了人 没等骂几句呢 就看到对方 不知道从哪里 拿出来了一块砖 一巴掌就给干断了 那一刻 法务首先想到的是 对面那丝 出门都随身带着板砖 你踏马的 这是打算干嘛 上面那是心里说的 现实中 他就再也没敢说话 转身就走 辩论辩不过 打架也打不过 这还能说什么 但是面对着田总 也只能说到 还是有点几率的 但是不会很大 田总 你是觉得 我们得应诉是吧 废话 这要不应诉 被罚了咋办 总之 你们回去先准备吧 唉 这都叫什么事呢 那个周易给了他多少钱 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 田总回去开会了 没人知道 他们的开会说了什么 总之 第二天一早 很多人醒来后 便看到了一条推送 知名UP主诉 并息息活动不透明 侵犯知情权疑案 将于三日后 在 魔都开庭 这条推送 直接让很多人裂开 啥情况 之前 不是一直在说 要延期审理吗 怎么现在又这么快要开庭了 不过这是好消息啊 总算这个案子要开始 审了 很多人之前 甚至都说 这案子 估计得死了之后 等孙子烧给自己了 结果居然现在就要开了 而且 周易评论区一些说 这个案子 很可能会拖很久的 大佬们都不知所措了 不对啊 明明如果对方想拖 就是能拖很久的 怎么会这么快开庭 难道又发生了什么变故不成 酒店房间里 周易三人自然也收到了 法院的消息 愿赌服输 周某人掏出了十块钱 递了过去 是他错了 他不应该质疑方大壮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三天后 可以说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里 最令人瞩目的官司了 原本病兮兮 想着拖过去 等大家都忘了 然后悄然打完这个官司 输也好赢也罢 不造成舆论风波是最好的 结果 没想到 终究还是没躲 过去 第269章 所以为什么并某的律师 被抓了 宁长区法院门口 方大壮和周易 正在往里走 尽管已经有过一次经历 但是又一次看到这情景 周易也不得不感慨一声 方大壮在魔读法学界的名头 那和自己在光明区法院的名头 都差不多 谁见了都会打个招呼 结果正进门呢 就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也往里面走 方大壮随口喊道 是范律师吗 好久不见啊 今天这是有案子 啊 前面走着的老范 听到了背后那个熟悉的声音 有点猛逼 但还是强行保持住状态 这是在法院 那个人 就算是再变态 也不可能直接动手 没错就是这样 嗯 简单恩了一句 老范静止走向里面 剩下周易好奇道 方大壮 对面这位范律师很有名吗 这样子看着好点哦 而且他头发看着不少 方大壮 眼神一动 随即摇摇头道 哦 也是魔独有点名气的律师吧 水平也还凑合 不知道今天来着做什么案子 两人说笑着 一路进了法庭 然后 周易就看到 那位范律师 就坐在两人对面的 被告席那里的代理人位置 面无表情 双方对视了一下 老范挪开了视线 气氛有那么一点不太对 他现在已经完全平复了 心情 是 你信方的是有点本事 可是这已经过了不少年 我现在就一定比你差 而且该说不说 如果这次自己能打赢这场官司 那名声就真的打了 这个官司 现在可以说是 放在了聚光灯下 心里这么想着 老范看着方大壮的眼神 愈发严肃 更不用说 来之前田总说了 这个官司赢下来 那讲精什么的 都是小事 哎 方大壮 你说 为什么人家那头发就那么多呢 周某人继续说道 而且 我看他看你的眼神不太对 这是憋着劲呢 方大壮没有说话 很沉默 经过了一系列的准备后 魔都宁昌区人民法院 民事三庭的法官 沉默敲响了法锤 周易诉魔都梦巡公司 侵犯用户知情权益案 现在开庭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 周易直接摇头 拒绝调解 对面 并嬉戏的老范犹豫了一下 还是 摇了摇头 老范没当法务之前 确实是知名律师来着 被方大壮 按在地上摩擦 那也是知名好吧 那别人想被方大壮 按着摩擦 都没这个机会呢 知道不 原告方 宣读起诉状 方大壮开始念起诉状了 有板有眼 内容不长 主要意思只有一个 那就是 并兮兮没有将活动的规则公示出来 这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这边念完了 那边开始念 周易认真听着 到了现在 他对于开庭审理 也算是有了一定的经验 因此也能听出来对面的主要杠 主要变点 有那么几个方面 首先是针对于消费者的身份问题 对方认为 周易并不是消费者 自身举办这类的活动 周易不会有任何的消费不说 反而可以凭空拿到很多的奖励 这本身就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所以不能再以知情权为有起诉 另一个是关于规则公示的问题 对方用那句很经典的 本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规并兮兮所有来回应 不过 这只是硬诉状 具体如何 还得看情况 对方的准备也很充分 不过 案件嘛 总得变一变 还是明示案件例行的程序 首先是举证制证 这部分内容比较的无聊 很多的证据 其实在外行看来 根本没必要出事 好像和整个案件 没有半点的联系 但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管方大壮提出了什么证据 对方的答复都是那样 比如方大壮提出的证据 周易当时直播录像里面 邀请了众多朋友 但是最后砍下来 却纹丝不动 说明 很多人的砍价 其实都是空砍 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意义 但是对于证明力度有意义 本案中 原告方邀请的好友砍价 并非空砍 只是因为其砍价数量小 所以没有显示出来 听到这句话 周易一下子不困了 什么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我辛辛苦苦起诉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你们这所谓隐藏的 砍价内容吗 终于 举证制证结束 让人激动无比的法庭辩论 开启了 我方当事人 在该次砍价活动中 进行直播砍价 并且将链接 转发至多个2000人群 邀请观众进行帮忙 这一点 我方证据3可以证明 但是当砍价 进行至0.09%之时 无论怎样砍价 都没有任何禁止 相反 并嬉嬉艾比 却不断跳出多个诸如 你是最幸运的 再邀请一人 就可能免费拿 以及还差一点 就要成功了之类 带有诱导性欺骗的话 让我方当事人继续砍价下去 并且不进行 任何砍价进度的提醒 我方认为 此种行为 严重侵犯了 我方当事人的知情权 方大壮的话说完 对面的老范开始回复 害怕归害怕 但该说的 还是要说 本案中涉及的商品总金额 为2899元 原告开团时 砍掉的金额为 剩余金额占比为1% 故活动显示 砍价1%免费拿 没有任何欺骗的地方 而后 原告邀请朋友砍价 每次点击可得0.01元 所以后面不足0.1% 根据算法 剩余金额占比 约为0.009996427 但是 因页面显示百分比有限 固执显示为 仅差00.9% 而原告通过后续 各种砍价活动 因此 对于原告所称 我方侵犯了其知情权的话 我方认为 并不存在相关问题 每次砍价多少 一应算法都有显示 只是因为显示程序问题 所以无法 全部显示出来 只能一直显示百分之00.9% 因此 我方并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 老范说得很随意 但是周某人和方大壮 都听得愣住了 等等 让我捋一下 所以 那屏幕上显示的 仅差百分之00.9 就能砍成 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百分之00.9 那是一个后面至少有六位小数点的数字 而且 现在别说是方大壮了 周一都想站起来开喷 这种辩论 就是说 我们是把这些都做了的 但是呢 因为显示程序的问题 所以没显示出来 你们看到的才会是那样 所以我们不背过 我们没有欺骗行为 都是显示程序的问题 听着人都感觉傻了 是 从逻辑上好像是 没毛病啊 人家是真的有准备的 只不过没办法显示出来 但是 再把那些带着强烈诱导性的话 加上看一看呢 方大壮开口道 我这里想问被告方几个问题 上面法官表示了 同意 第一个问题 病息息 及其运营公司 是否早已经知晓 存在这样的显示程序问题呢 老范在方大壮说出 要问几个问题的时候 就开始感觉不对 他被按在地上摩擦过 所以他比较清楚 方大壮的套路 但是没办法 这种情况下 根本没办法拒绝 所以只能模模糊糊地说道 这个以前也不太清楚 但是后面知道的 以前 是什么时候呢 该活动已经持续数年 我不认为本公司 自己编写的程序算法 本公司会不清楚 其具体情况 嗯 就是 就是我也不太清楚 老范只能说道 好 他说他作为公司法务 代理案件 却不清楚业务情况 不过没关系 第二个问题 将 0.0009 抱歉 我的记性不好 这数字太长了 这么长的小数点后 数字 缩写为两三位 那么我想请问 病息息应该清楚 这样子会对很多消费者 造成顾解吧 老范想说踏马的 但不敢说 应该吧 但不是你说的这样 老范在努力辩解 但是没用 法庭上是要讲道理的 而不是在那里说车咕噜话 方大壮一挥手 好了 那就是知道的 而且我以为 以最基本的原则来推断 他们也能知道 会造成这种误解 否则没办法解释 他们在活动里 添加了那么多 诱导性言论的行为 现在 根据被告方的发言 我们可以知道 病息息 以及其背后的运营公司 孟询公司 在很久之前就知道 有这个显示程序问题 而且更是清楚 这个问题 会造成消费者 很严重的误解 但是呢 砍价免费拿活动 已经持续如此长的时间 病息息和孟询公司 明知此问题 会造成消费者很大的误解 结果 却没有任何相关的解释说明 对吧 后面那句话 是在问老范的 老范能说什么 没有解释 就是没有解释 病息息闲着没事干了 来解释这种问题 但她现在的心里 憋屈的厉害 这种从始至终 都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很不爽 只是考虑到对方的身份 所以强行按捺住那种情绪 这边 方大状却是不管不顾 文来有文对 武来有武对 没有板砖 她方大状单挑 也是不怕的 我想说 这么长时间 没有进行过任何相关方面的解释不说 反而在活动中添加了 很多诱导性的语言 比如仅差00.9% 或者是今天你是最幸运的等等 这是不是可以认为 是在利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 来达成病息息公司的某些目的呢 比如吸引新用户 引流 被告方一直变称说 该活动并没有让我方当事人付出什么 但是 这么多的消费者信息 本身就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所以 这种行为是不是违反了民法典的 诚实信用原则呢 听到这里 老范终于忍不住了 你这是怎么说呢 法官 我认为 原告律师在通过自己的主观一段 来混淆视线 我方并不存在侵权行为 而且 手机已经砍价成功了 我方没有欺骗 激动之下 声音倒是很大 但依旧是车咕噜话来回说 什么 就是显示问题 以及他们并没有故意隐瞒的想法 但是可惜 连周易都能看出来 经过刚刚的一番辩论 方大壮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 真的是很经典的方式辩论风格 根据辩论中 你自己说的话来 随时调整我的辩论点 你说那么一长串数字对吧 那你们咋 可能不知道呢 你们既然知道 而且按照常理 你们应该很清楚 这会造成误解 但你们没有任何的解释 不说 反而加了很多诱导性的话 咋办吧 就问你 于是 老范连着说了半天 却看到对面的方许静 就那么坐在那 脸上带着一种莫名的嘲讽表情 那意思是 就这 随即再次站起来说道 被告律师已经说完了 那我帮忙总结一下 刚刚那么一堆话 其实都可以归纳为一句话 手机都给你了 你还要咋样 这种极其不专业的话 居然会从一位律师口中说出来 我认为被告方律师 应该重新学习一下法律语言 我说完了 老范的脸 直接憋得通红 哪怕是上次 他也没感觉 受过这样的委屈 这已经属于 直接把脸按在地上踩了 他在魔都这些年 也是要脸的 今天原本打算压过对方 不曾想居然 又被摩擦了 姓方的你 这是什么意思 老子不专业 我草你妈的 我不专业 在周某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一连串的骂声 就从对方嘴里传了出来 让周易很是诧异 律师都会当庭骂人 而且骂得还这么难听 在看方大壮 已经悠悠然地坐下 脸上 再次出现了那种嘲讽的表情 就这 好吧 周易觉得可以理解 自己 如果是方大壮的对手 这会儿也会有种骂人 甚至打人的冲动 正要说什么 却听到方大壮叹气了 唉 速度不如以前了 老了呀 周易 那些旁观的吃瓜群众 现在已经热血沸腾了 乌草 今天没白来 能看到这么刺激的一幕 以后可有的吹了 请被告律师注意自己的情绪 法官已经开始警告了 但是老范这会儿 完全上头了 被对方当着法官 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说 他不专业 当然 也就是在那里骂 倒是不敢翻过桌子去开干 但就是这样 也已经让原本和谐的庭审秩序 遭到了破坏 没多久 几个法警便走了进来 将老范控制住 老范在被控制住后 已经开始恢复冷静 但还是被法警强行带领 这情况 尽管法庭辩论几乎已经结束 就差最后陈述了 但并熙熙一方指来了 法务 在读苗子 因为破坏法庭秩序被带走后 便没人了 所以法官宣布休庭 这个时候 是要询问并熙熙要自行辩护 还是另行委托他人辩护 休停了 下次开庭时间等通知 很快 周一两人和一群吃瓜群众走了出来 外面 有记者赶紧问道 咋样了兄弟 谁赢了 哎呀 你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 急死了 没有 没判呢 那被问的老哥 脸上带着一丝莫名 就是 就是并熙熙那边的律师被抓了 嗯 嗯 你说啥 还没判决呢 并熙熙的律师 反而被抓了 这又是什么情况 难道周一这边还能有这本事 什么关系啊 通天了吧 第270章 就是有点费律师 再蹭热度这方面 自媒体永远都是最快的 于是 在周一和方大壮 刚刚出了法院没多久 便看到了网上 已经有自媒体 发出了相关的报道 震惊 并熙熙案律师被抓 这官司不官司的 先不说 就是有点费律师啊 还没怎么样呢 律师先进去了 啥也不说 你就单单看这个标题 会感觉老范 好像犯了什么男人 都会犯的错误一样 可是周一知道的 对方仅仅是被带走了 具体会是什么处罚 得看情况 刑法里 是有个扰乱法庭秩序罪 但是老范那点是 和犯罪还差得远呢 而且 今天这个案子 难道是方大壮 把对方律师送进去 难道不应该是并某回应 但是这并不妨碍 周某人的观众老爷们 闻着味就来了 纳摩加特林菩萨 方大壮又正常发挥了 这次是啥情况 对方律师干嘛了吗 方大壮有日子 没正常发挥一次了吧 袁姐 对 我也好想知道 所以这次庭审 会不会有视频放出来 我真的想知道 方大壮是怎么说的 子星要约 难道只有我关心 并熙熙到底怎么变的吗 理智的人还是有 虽然案子还没判 但是对于并熙熙的辩解 这可是热点中的热点 因为只要是个正常人 都能看出来 对方那一系列的操作 就是在法律的边缘 进行反复横跳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并熙熙小数点后六位的事 终于报了出来 震惊 并某声称是显示问题 其实这是 小数点后至少六位数 味道终于对了 案件本身的情况 其实并不复杂 至少就那个法庭辩论 大家都能明白 并熙熙说自己是公事了的 但是因为显示问题 没有显示出来 但是一方面说公事了 一方面又按戳戳地利用这个事 各种诱导人 所以你说你公事了 谁信呢 这年头打官司 可不心张嘴就来 你得有证据啊 对不对 但是 大概并熙熙自己都没想到 引发大家怒火的 论中声称的那个六位小数点 完呢 他妈的我以前以为 企鹅的套路已经够长了 没想到并熙熙的套路更长 骂你们求极限 还真没骂错啊 六位数的小数点 还是至少 卧槽了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这么难 你看我还会不会玩这个 啥也不说了 刚刚给我妈看了 告诉了 她 这就是你砍价 砍不下来的真相 那么一串小数点 我看着都觉得演员 还有那辩解的方式 合着你们公司上下 那叫一个冰清玉洁 什么都是程序显示的问题了 然后 并熙熙在宁肠不拜身之外 又有了一个新外号 冰清玉洁 并某人 虽然之前就知道 这次官司 有可能引动舆论风波 但是他们没想到 风波会这么大 甚至可以说 在失去了水军助阵的情况下 几乎没几个人帮着说话 一些在并熙熙赚到钱的商家 或许想过 但还是没有付诸行动 因为这个时候 站出来当初头鸟 只会让自己的生意也变黄 大家的一致要求 就是 做错了 你得认 别在那里死鸭子嘴硬 而且关键是 你不能把所有的问题 都推给显示 显示不出来 你就不解释一下 办公楼里 隔着老远田总 都能听到董事长的声音 怎么办 谁能告诉我现在怎么办 没人说话 砍价 免费拿活动 和现金红包等等的活动 是并熙熙商业版图中 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能有今天这个地位 这个流量 靠的就是这种病毒式的营销 现在这个 六位数小数点 还没咋样呢 就这么大风波了 要是真的将砍价过程 全部公示出去 那还有几个人会砍 说白了 这活动 是由各方面 都最顶级的人才弄出来的 从心理到现实 都把握住了 大家都想着 我随便弄弄 就白来这么多钱 可以说 将人占小便宜 这个心思是拿捏得死死的 所以没人敢得出意见 但是法院判决下来 到时候怎么办 就必须得执行了 这不是你说 你已经送出了几千份手机 或者是几百万份 就能咋样的 而是大家觉得 你这个活动 纯纯的就是在坑人 你们根本没有半点信用 甚至你们就是在诈骗 舆论已经有点激烈的不像话 所以并熙熙必须回应 但是公关部门 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了 田总 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和之前那样回应吗 有人开口问道 田总的眼睛里都带着血丝 像是他这样的高层 都有着公司的股份 可以说和公司是绑定在一起的 那不然呢 认了 那以后还怎么做 那么的市场 那么多的流量 不要了 田总的声音中都带着怒火 公司高层从来都没想过 会被一个人弄成这样 真的是服了 因为对方大网红的身份 手机给了 也各种解释了 也想过用钱解决 但都不愿意 就想着 让他们公布 砍价活动的规则 马德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样的变态 他还是人嘛 也就是知道那个说 周一是五十万的家伙是水军 否则田总都觉得 有可能啊 不图钱 不图力 失利不讨好 就想让我们公事 可是我们公事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那网上照样 还有那么多人骂你呢 知道吗 真他妈的有病 田总再次怒骂一句 就那么回应 公司现在绝对不能出问题 既然高层已经决定了 公关部门 也就只能和之前那样回应 关于最近网上所说 并息息活动的事 和事实不符 然后就是法务 部门已经在收集证据 对于什么什么的行为 将采取法律措施之类的套话 这就是正常的套路回应 指出说 网传的内容不实 但哪里不实 然后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 不说 很多明星的所谓回应 或者严正声明 也都是这样的套路 仔细看都会发现 当然 明星嘛 也不需要回应 都可以说是隐私 不说具体情况 也没 毛病 并息息到了这个地步 居然还是这样回应 周易都有点无语了 按理来说 能将一个企业做到这个地步 这些企业家 肯定都有着长远的目光 他们肯定是要比普通人强的 这一点无法否认 不爱钱的那位 在闹出问题之前 可是被很多人视为偶像的 他说的话 都被奉为闺念 可结果呢 就是这样一位不爱钱的大佬 却因为蚂蚁长成大象 而被切了的问题 直接开始炮轰监管 目光长远不肯定长远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 他们就是不可能舍弃 这些东西 当利益足够大的时候 刀尖上的血都可以去填 绞死自己的绳索都可以卖 所以现在怎么办 等着判决吗 面对着周易的询问 方大壮笑道 别着急 这吃了这么久的瓜 收集了这么久的证据 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并息息再怎么样 也是公司 是公司 就有一个清爹 方大壮预料的没错 并息息的清爹 其实之前就想管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动手 一来是证据方面有点问题 二来嘛 是在犹豫 今年不知不觉间 已经对几个大公司 开出了巨额罚单 所以打算缓一缓 因为有的时候不能抢来 这样子干确实会影响到经济发展 但是舆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而且清爹发现 那几个大公司被罚了之后 表现得比以前好多了 于是 都这样了 就干到底吧 然后 一则来自魔都市市场监管部门的通告 让并息息上下全部傻眼 对于并息息砍价活动 涉嫌虚假宣传等举报 已经立案调查 别人怎么看这个通知不知道 但是三大快递公司 成都阿黄小兰和小迪 是跪着看的 清爹啊 终于要动手了 马德珍说起来 他那性质比我们这恶劣多了吧 凭什么只罚我们不罚他 大家都在魔都混的 那清爹你干什么 都得雨入军瞻 我不管我不管 反正当天 据说有人听到那几家公司内 传出了各种鬼哭狼嚎的叫声 很兴奋的那种 与此相反 并息息在看到这个公告时候 是真的梦了 他们有想过会出问题 但是毕竟今年已经动作不小了 搞经济要的是平稳 很忌讳这种大动作 却没想到 今年的清爹这么猛 说干就干 真的一点都不含糊 还是那句话 事情没到自己身上 那就是个乐子 但如果到了自己身上 那就是别人的乐子了 市场监管部门 轻易不会对某个企业的问题立案调查 而一旦如果立案了 那就不用担心了 大家都是问题一大把的 区别只在于 查还是不查 办公室里 韩经理看着面前的田总 只感觉这么几天 对方好像老了十岁 韩经理 别等法庭的判决了 发公告吧 即日起 对于APP上的各种活动 都会公布具体的 砍价过程和规则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唉 田总在叹气 这一波 并熙熙 还不知道得缓多久 随着被市场监管部门 立案调查 股价已经跌得 让人心头发虑 早知道是这样 当初就不应该 和对方打嘴仗的 韩经理点点头 这个时候 就别想再强挺着了 老老实实地 该咋办 咋办就行 并熙熙悚了 这个消息 如同长了翅膀一样 在眨眼的功夫 就传遍了互联网 所以说 以后每次砍价 都能看到砍了多少 那就好了 不用让人觉得 每次就差一点点砍不成 是啊 早应该这么干的 不过他早这么干 估计不可能 有这么大的流量 那么一长串的数字 看着都演运 反正我是不可能 再参加这活动了 网上的众人 都在一轮纷纷 具体的规则都会公示 包括你邀请的人 砍一刀 能砍下去多少 也不说什么显示问题了 反正就是说 不能的时候 那超级大屏幕 都不能容得下 说能的时候 好像随便弄弄就行了 这也让很多之前 觉得疑惑的人有了答案 原本觉得 每次就差一个人 砍成放弃了 很可惜 现在看看 这哪是差着一个人 这差着一个团还要多 酒店里 周一看着这份新的通告 不奇怪了 在轻爹动手的情况下 如果他还不怂 那等待着的 就是轻爹的爱的抱抱了 这次的较真 真的让人身心俱疲 顺带着还搂草打兔子 整了一波水军 不过那顺带行为 可是效果不错 如果那些水军 没被抓 周一几乎都能想到 自己这边在舆论上 不可能碾压 水军嘛 那都是专业带节奏的 周一的观众老爷 更是汇聚在了评论区 各种兴奋 驱罢 现在已经不单单是驱罢了 他的手 直接伸向了那些大公司 应该叫公罢 这个时候 法院打来了电话 对方要调解 很正常 我都已经把你的诉求 都做了 那要个调解 不过分吧 公布那些手机的去向 并熙熙也做了 事实证明 送出去的东西 远远没有她说的那么多 其中内部员工 冒充顾客临走手机的情况 也不在少数 如果之前爆出来 那说不定会热搜 但是现在嘛 并熙熙 都承认自己活动 确实存在虚假宣传等问题了 就相当于 你说一个人诽谤 结果她直接说 自己已经犯了诽谤罪 你还能咋说 调解是否接受 由你决定 我都是做完了 方大壮已经一脸轻松地站了起来 周一不管这些 因为她的那个任务事件 已经显示完成了 又一次和之前一样的情况 还没等自己发视频呢 就已经完成了 没办法 利用舆论来较真 就是这样 系统 领取奖励 希望还是现金奖励 别整那些幺蛾子 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下一秒 大概是系统老爷 终于听到了周某人的心声 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 任务奖励公司专项资金500万 已经发放 什么情况 公司专项资金 这是觉得公司人不够多 不够实验室吧